中南美中进口的海生 外销到澳洲等级的 阿拉斯加的雪 那其实雪鱼有很多种 有银雪啦 圆雪啦 那这个是黑雪 黑雪 是 大概都二十几个人 然后就是虽然现在都住在各个地方 但是除夕业当天还是都会回到迪化街 那个最原始 住的地方去一起围入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各单位有各单位的忙 其实我们自己都在开玩笑说 其实你在我们公司啦 没有忙过过年 你就没有办法成为真正具有的DNA 大家好 我是这集看板人物的陈振威 我是丁一琪 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分享 老邪真八十年的转型故事 接下来这一个小时 欢迎你加入这集的看板人物 欢迎 欢迎 真是充满年味的一集 好高兴 我们要了三年 终于要到老邪真 欢迎第四代的振威跟一琪 谢谢你们 请坐 请坐 我们真的邀了三年 对 但是这三年里面有时候我在想说 可能迪化街的家庭的家风 其实都是比较内敛跟保守的 我记得有两年 对 好像你们家都是说 我们年菜 就是我们还在转型 我们还在努力 让我们有一点成绩 可以跟大家交代了 再来跟大家分享八十年的故事 一琪 这是你感受到的家风吗 就是 对 因为其实第一个是大家庭 本来就是会比较有一些 你说限制吗 或者是原本迪化街 就是比较传统的家庭 你在迪化街长大 我们今天讲四代真卫船 其实已经第五代了 因为郑威跟一琪三个小宝宝 我们第五代最小的现在五岁 对 五岁 五岁 那当然现在能够在家业里面帮忙的是 到你们第四代 是 郑威对我们第一代创业的 很了不起的 陈万先生 你的阿祖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我会跟阿公相处的时间还蛮长的 可以大概聊一下吗 阿公今年高瘦 九十 九十岁 九十 那你们年夜饭全家族还一块吃 一块吃一块吃 大概都二十几个人 然后就是虽然现在都住在各个地方 但是除夕夜当天还是都会回到迪化街 那个最原始 住的地方去一起围入这样子 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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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阿公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很勤劳 很勤劳 然后就很脚踏实地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做 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潜移默化 从还是小时候到现在 然后就会常听他讲以前的一些工作的历程 所以我觉得那个感受是很深的 我觉得这影响很深 你们会跟自己的孩子讲吗 虽然三个孩子年纪还这么小 现在其实还小 但是其实他们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家卖年菜 过年前爸爸妈妈都很忙 过年前爸爸妈妈都不能感冒 就是同言同语 他们大概就会停留在这个阶段 那因为像阿咒 因为我们其实每个礼拜 我们都还是会一起吃饭 有星期三 星期天 就是还是跟阿咒一起 所以你们三个小孩是个90多岁的阿咒 一起吃饭 对对对对 就是礼拜天都到底在帮 就维持每个礼拜三就是小朋友下课 我们就会从住的地方回去迪化街 然后陪爷爷奶奶吃个饭聊聊天看看电视 然后主要是让小朋友可以跟那个阿咒 长辈 长辈 一起相处 我们对迪化街的印象观众朋友 你今年挤过了没有 反正迪化街过年 就是台湾一个一定要有的画面 鸡鸡鸡鸡鸡鸡 但我觉得在你们的生命界里面 我们这个挤只是表象 你会让我们知道这个月 你们有多忙多忙多忙 从九月开始就一直忙 然后忙到接单界差不多了 生产单位开始忙了 那生产单位就会忙忙忙忙到 因为我们品项数也还蛮多的 对 所以生产单位就忙 忙到最后出货忘记 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 我在除夕前才要收到年财 没有人想要提早一个礼拜收到 因为真的冰箱没有空 对 所以到最后的一两周的时候 就是出货单位忙得昏天暗地 从早包到晚的货 从早包到晚 就一直包一直包一直包 那个都没有机器代劳的 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东西是 譬如说一张单你肯定十个品项 它就要减十个不一样的东西进去里面 就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各单位有各单位的忙 其实我们自己都在开玩笑说 其实你在我们公司没有忙过过年 你就没有办法成为真正具有我们DNA 对 常常都是一级干部 或者是说因为各个部门他们有大家的自己的想法 所以常常会在过年前很容易就哭 很容易就落泪 忙到落泪的状况 每年都有 其实它的压力量是很大的 因为它有时间上的压力 就是要必须要隔天就出货 但是它的那个接单的状况是很临时性的 然后是大量涌进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很多变化 因为消费者一个订单 它的item数是千奇百怪的 那这个东西还是必须要透过人工的方式去筛选 装箱 然后在时间内出货 是 你们第四代最被人称赞的 我听过真的是肯定的 是在厂的这个部分 这个管理 跟你们所建立的这个SOP 现在厂有多少人 直接性的生产的员工数 大概在工厂是大概200位左右 因为你200多人 你平常不是头衔制赛 你平常也是in-house的员工 所以他做平常的事 这些人是可以升任跟附和 然后到了过年的时候 他们所承受的量 大概是平常的数十倍 大概是超过五倍到十倍左右 五倍到十倍 所以带领他们的主管 他是承受低限压力 难怪主管会哭 会 因为像我们其实在忙的时候 一定一开始 像我们因为正会自己在代工厂 所以他会要求说 即使我们大家在忙 我们每次每个礼拜都会针对产销 生产跟销售开会 那每次一坐下来他说 这些事情在开会之前我先讲 我希望大家能够维持平和的沟通 不要哭 第一个不要哭 第二个不能口出恶言 因为就每个人可能在激动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说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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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但是沟通你该有的一些 比如说你应该要有一些 还是要互相尊重 因为大家其实立场不同 大家都是为公司好 所以也希望说 大家在过年前 价值很大的时候 能够还是保持 大家互相尊重一些沟通的状态 这会因为一起不容易 因为B2C好复杂 对 因为毕竟我们过去 是从贸易业 然后转型到制造业 其实在过去制造业 都是做B2B 然后是这五年 才开始做B2C的尝试 所以他会变成说 会面对很多消费者 不过其实往好的地方想 他其实可以直接听到 消费者的声音 两个人一起接第四代的嘉义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压力 然后在你的关系里面 怎么样的磨合 怎么样的成长 丁哥 我觉得 一开始回来家里帮忙 应该算是被骗回来的 因为一开始 我自己有自己的工作 嫁进来的时候 刚结婚的时候 对 我其实有自己的工作 那后来的话 就是这么说 你回来帮忙好了 会计要走了 那你回来帮忙 然后说 其实很轻松啦 回来的话大概就是 一三五来就好了 一三五来上班去 我想说 这样好像不错 因为那时候我刚好 生第一个baby 然后我想说 一三五来 我就很多时间可以陪小孩 我就说 好 那就 就先留职庭心好了 回来帮忙这样 然后过了第一个礼拜 我从来没有一三五来上班过 我每天都来 然后他就说 我跟你讲 这一开始 那不然这样好 因为那时候我请我妈妈帮我带嘛 然后他就说 那就每天都是早上来上班就好 下午你就有自己的时间了 结果真 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子过 我从我进来的第一个礼拜到现在 我都是每天每天都进公司 那除了说 必须要去接小孩之外 那其实我都是每天都进公司 然后上班就到现在 然后就是我说一开始被骗进来的 然后就是我说一开始被骗进来的 18年在迪化街的深耕 停不下来的老人家是第二代的陈木火 依旧每天坐镇老店亲力亲为 还会跟员工叠对叠 他就是会下来开点 然后来就是扫地 而且有时候啊 他就是那个 怕我们那个扒车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 所以是他都会先在里面偷扫完之后 再开门 沉木火桥很久 墙上的食品登记镇 在意有没有挂牢挂歪 小地方不马虎 90岁的他有些重听 谈到迪化街的眼镜 努力想传达让我们知道 以前是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 就是最大的 感觉你先死了 我跟你讲 我们家阿公基本上 他不是电话间 每天开店门 他都会坐在门口 他都会坐在这边 然后等到我们 就是从我们上回来 然后他就会坐在里面算钱 望着街上的车水马龙 沉木火箭镇大道城商圈的兴衰 老邪珍从燕包赤身干货起家 传承以此为本 不怕走出舒适圈 海生发泡要经过7到14天 不断冷热交替 从原本干货贸易走进水发加工 就是锈到危机感 因为他们发现消费者 越来越懒得动手 那我公公他们做的就是 直接把它发好 让你自己带回去炒 自己带回去绘 那其实这些都是随着 不同时代的饮食习惯的改变 而我们的business model 也做不同的一些调整 对 那我们这一代做的就是 都帮你带 后面还会再调理 帮你调理好 看好调理食品商机 老邪珍的第一次出击 却是锁定大家习惯过年 才吃的佛跳墙 机器快速充填汤底 不过却看不到澎湃的料 来到另一头的包装线 看到的是各种食材 用不同真空包封好再装盒 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些食材的好坏 因为干贝你看大小 看颜色你就知道了 最重要应该是说 他把佛跳墙味道的好坏的权利 还给了消费者 既然是老店的全新初级 他们决定打破市场既有的做法 采汤料分离 避免汤头混浊 这一步马上抓到了消费者的心 以往佛跳墙里的食材 汇集了老店的专精 海参 鲍鱼 干贝 用超过一甲子的功力当基底 第四代接班人陈振威 丁奕齐夫妇 从传统走出创新 你我都知道 其实在台湾做品牌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大部分的企业主都是希望 马上能够得到这个所谓的效果 等卖得好 等马上有些营收 但是我听到郑威就直接告诉我 我要做的是品牌 老店跨入品牌经营 要摆脱老扣扣的feel 得吸引年轻人目光 你看全部都是拥有卡 就收集多久啊 几十年 没有啊 也没有刻意 真的 就刻意只是很多 他没办法跟你介绍 咱们可以跟你介绍吧 对对对 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 丁奕齐小亏了一下婆婆 因为她真的很爱Hello Kitty 随身小物都是相关战利品 这给了儿子媳妇灵感 很多啊 媳妇啦 当妈妈的人啊 当婆婆的人 你看其实都还是很喜欢 Hello Kitty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Hello Kitty 来跟佛跳墙做结合 第一个是引擎话题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就是说 让佛跳墙这种 比较老的东西 也可以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比较活活 和可爱吸睛的卡通肖像合作 打响名号 让年轻人开始买年菜 佛跳墙之于老鞋针 给外界强而有力的印象 连结感 第四代操刀转型 看似跳痛 但从阿公的干货 第三代的失货 走到现在的调理食品 就像老鞋针名字的意义 同心协力 珍惜所有 88年来每一代的强项 都堆铁成他们在市场竞争的 尖石后盾 不忘本却也不画地自现 或许就是老鞋针成功的核心 老公真的是很勇健 我没听错 他说他有时候早上会test一下 自己先扫地 对 我们要努力 看我们90岁能不能像阿公这样 很勤劳 然后很认真的去做这些 每件事情的那个精神 我们是从小看到大 是喔 所以说开店扫地或是店里面 员工做什么他也可以做 就是他有空他就来做 那个是你从小就看阿公就这样 对 我觉得那个 就潜移末化中 我们会养成就是很多东西 其实不是是用嘴巴说 我们会自己下去做 然后能够真的去了解 做每件事情 他的原因也好 然后他的实际的做法也好 你从小到大 你们家 我们讲可能有很强段先是做干货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被要求帮过什么忙 或者是说你就专心念书 你跟你弟一直好好打扯就好 不要插插 倒不会 我们大概从小学的时候就 还算见证过迪化街非常热闹拥挤的 那个时间 所以我们大概过年的前一个月都会 围着一个兜兜 然后在店门口卖东西 收钱 然后直接跟客人互动 那是很好的经验 你这么腼腆 声音这么小 你卖出多少 是因为上节目还是什么 你爸叫你配到第一线 好 上节目紧张 好 我哪天去迪化街上 你家店门口看看 这么大还是要帮忙 09年你们决定推出B2C的第一炮 就是佛跳墙 来讲一下为什么选择他 然后国父孙中山都经过十次革命 从09走到现在2017 在刚推出的阶段 你们经历过哪些不算成功的尝试 然后一直尝试才做到冷冻配送的品质 是你们方心愿意的 两位一起 我们要从制造业转型到调理食品 当初做了很多的讨论 然后我父亲跟我 我们观察到一个情况 因为毕竟我们过去在卖鲍鱼也好 海参也好 其实销售的大宗都是餐厅 餐厅嘛 B2B 餐厅其实做的菜色其实都是 就是这道佛跳墙 所以我们很简略的去推估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我们贩售的食材 都拿来做佛跳墙 代表在台湾年菜这个市场 佛跳墙是有很大的商机的 所以它应该有个market scale 但是好像我们在深入的了解 消费者心里的那个想法 可能譬如说小龙包 我们讲得出它的代表性是谁 很多东西都有它可以马上想到的 你看原山饭店过年 说想要定田高松高 原山饭店的松高 但在五年前好像佛跳墙 讲不出他的first brand 所以我们就有个企图性 就是既然市场有商机 消费者又叫不出第一品牌的名字 我们应该就要朝这个方向去做 那因为我们又有很好的优势 能够知道什么样的食材是最好 最好的海参 鲍鱼 干贝从哪边找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优点 可以去把它做得更好 拥有这个材料 一起 拥有这个基底 到你们配送到消费者 这个中间除了厂制 还有配销 冷冻这个过程 你可以让今年所有你们的真迷 能够了解 在初期的时候 这个中间要克服哪些 我们所不了解的妹妹嘎嘎的环节 郑威和我公公他们其实是每天都在工厂 去盯每一个环节 好比说在走动市馆里的状况之下 他走过 他就我吃一个排骨 看今天炸的怎么样 排骨有大块有小块 有SOP没有错 可是很多东西他还是必须用经验的判断 然后品质它的一个 就是我们想要有一个稳固的品质 其实就是经营者你自己有一直在产线做走动 然后你去吃 譬如说鸡可能 好 举例来讲我做鸡精的话 我这个鸡有可能冬天的鸡跟夏天的鸡味道不一样 那你可能在冬天的鸡 你油脂比较丰富 所以你在去油的过程要花一点心思 夏天的鸡比较瘦 你可能要多煮个五分钟十分钟好了 我随便举例 排骨炸的大块 你可能要多炸个三十秒 不是全部都一年四季大小块 你通通都是 假设三分钟 不是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 是需要经营者在那边去走 然后吃这个排骨说 今天的排骨炸的稍微老一点 好 他们就会这样子 然后我公公就是煮出来的汤 只要我们再一定要拿出来 给我们去试喝 你公公啊 对 就是煮完今天 汤煮了吗 好 煮了就 那拿一个 摇一个来试喝看看说 今天的汤 味道够不OK 然后你说 标准的咸度 炎度 这些仪器的测量是一定会 但是很多东西 你还是要靠自己的舌头 还有你自己品尝出的那个感觉 来做判断 那我举个例子 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品牌 尤其像台湾如果是配销的 就是网购的餐饮品牌 也许有一些品牌 它的厂是外包的 但它可能做一些监督 或它开发一些食材 但是落到自己的厂 然后销合一 这就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特色 就是说我们从最原始的净料 然后生产制造 到后端的我们自己上通路 那我们自己行销 到最末端的 甚至是我下广告 下电视广告也好 关键字广告也好 就是从最开始 到最接触消费者的这一端 整段一条龙一条龙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 在银号子做 跟其他有些厂商可能不一样 有些厂商可能是说 OK 我有这个配方 我委托代工厂做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好我自己做 但是我没有行销的经验 所以我委由外面的人 来帮我行销代操 或者是说好 那我可以做 但是我这个电视广告 或者是关键字 我是请外面的广告公司 来帮我操作 那我开记者会 我请公关公司来讲 那可是我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特别 就是从头到尾 都是我们自己做 然后譬如说你开记者会 可能新品发表 我自己出来讲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最能够传达我们背后的一个事情 我想要透过我 或者是透过郑威 我们是很明确的传达给消费者 我们对这一用的坚持 在这个里面 观众朋友一直听到 郑威跟一起提到他们的父亲 陈茂林先生 所以他陈茂林先生是第三代 是 好 那既然他都一直在我们的话题 我们就会好好谈谈他 没有 很简单的来讲 我们就都听过富不过三代 我觉得我这边 我们算很幸运 就我父亲他以前就跟我说 他 他的 他对我们 对待我们的方式 就好像放风针 就是 教养哲学 教养的方式就是放风针 让我们自由的去飞来飞去 但是如果走偏的时候 他会稍微拉一下 把他拉回来 所以我们大概 从小在这样的教育 不管是以前求学 或到现在的工作 他很会要求我们从 基础的工作开始做 比如说 当我从 外面的企业工作回来 到工厂 然后到公司里面去 一定是从基层开始去学习 所以光是在 作业员的那个阶段 我们就 我大概就待了一年的时间 你做哪些工作 让观众朋友能够 有一个画面想象一下 刚刚有看到海参的画面 基本上就是从 烹煮 选别 清洗海参 其实他就是很日常的工作 很重复的工作 但是其实他里面是有学问的 因为海参的软硬度 他的判别 他目前还没有什么仪器 可以去 去处理 处理他这样子 所以他还是要靠经验去累积 但是做过之后 大概就了解说 大概在这样的制造流程 有哪些细节 需要去注意到 作为第三代的孩子 你觉得你父亲 待会我想也请义琪 因为义琪有 另外一种旁观的角色跟身份 你觉得他的严厉面在哪里 对细节的要求 我觉得那是 也是影响我很多的 像什么 比如举例像是佛跳墙的汤头 我们跑了台湾 大街小巷的餐厅 就是要做佛跳墙的时候 我们大概从台湾头吃到台湾尾 所有的佛跳墙 就我公共大人 我们一家一家去吃佛跳墙 先去累积那个味觉的经验 对 然后去比较说 到底哪一个汤头是 比较适合台湾的口味 那也比较能够代表老邪真 他想要传递的价值 那当选定了这个方向之后 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 不断地去测试说 这个汤头要怎么去熬煮 那他有很多的配方 很多的材料 比如说扁鱼的选取 油葱酥的选取 这些都matters 对 就是好的扁鱼 是用扁鱼干 还是扁鱼肉 他做出来的风味是不一样的 然后油葱酥 还有龙眼 很多很多的小材料 但是透过这些每个小材料的 的选别 他所做出来一碗的汤头 就会有不一样的呈现这样 一琴你呢 你看振威 好 你不要看他 你看振威 你觉得他没有那个 副四代的 就大家不喜欢的那些特质 你要怎么样归功给 你的公公婆婆 从第三代交到第四代的一个教育 他们有哪些人格特质 其实我公公跟我婆婆 他们两个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好的公婆 为什么呢 其实我举例来讲就是 我婆婆她一直都是一个 非常正面思考的婆婆 喜欢Hello Kitty的女生 对 从没有生气过 然后每次 对 你打电话给她 她都说Hello 就是一直 带给大家正面的能量 那这一点是 我其实从振威 还有振威她弟弟 其实就振家 我们其实身上都看到很多 就是振威她的习惯就是 她毫是凡事她都做好 最坏的打算 但是她一定会做最大的努力 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 自己在心里 但是每一件事情 她一定都是尽最大的努力 然后可能压力 自己在自己身上 我是这样看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 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很难得 而且因为他们 我公婆对我像女儿一样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其实很有趣就是很多人 很多婆媳之间 或者是很多公公跟媳妇之间 他们之间互相话语的传递 会透过儿子来告诉媳妇 对 我们家不会 我们是反过来 永远都是透过媳妇 来告诉儿子 因为有时候父子之间 他们会有一些意见的相左 或者是说立场的不同 那有可能大家看到的点不一样 那如果彼此在沟通上面 可能会产生一些摩擦的时候 我公公就会来找我 小琪我跟你说 这件事情应该是 怎样怎样怎样 你去跟郑威讲 所以我说他们真的 就是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 在对待 郑威有三个人管的感觉 很棒吧 我们来看下面这些报导 观众朋友 其实这一个传到四代 八十年的品牌 2017还会给你更多的 惊喜 他们不断的在翻转 新的生命可能 我们一起来看看 颜色偏淡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 再找那个色票 去调整他的色相 第一次在镜头前曝光 第四代接班人陈振威 有多精准 得从一块匾额说起 我对东西的那个位置 的空间感还蛮焦熟 因为那时候 我们在装的时候 我觉得放的位置 有点问题 所以我请他们 再调整一下 结果量出来 就是差0.02公分 连高低倾斜 0.02公分都看得出 被老婆窥 眼睛结构 一语常人 小两口 男主内 女主外 那觉得他公关做得怎么样 很棒 没有了 就两个字而已 用字简洁 陈振威低调内敛 面对镜头 不太自在 这天有益期待我们看 平常是老公在管的生产线 对 他平常会寻 平常边寻边吃 每天试吃 对自家产品设下严格关卡 来到燕窝区 好像在科技大厂 员工透过打单的放大镜 用镊子将细毛一一挑出 在好友眼中 借下80多年的家族事业 这对不到40岁的年轻夫妻 战战兢兢 彼此互补 当镇威不愿意抛头露面的时候 他就要站出去 那当镇威要做一个很大的决策的时候 他会退过来 我觉得他们两个搭配的真的是很棒 那我也必须跟镇威讲 你娶到这个老婆 我讲到都有点想哭的感觉 丁一琦是大家族中的非典型长席 认真扶持老公 陈振威让老商号吞去传统味 亲自操刀老鞋针的所有品牌视觉 这个黄色我们也挑了很多种颜色 因为有那个像继承车的黄色 然后有像那个黄色小孩 我想法拉丁的鹅黄色 对颜色的挑剔堪称大魔王等级 连包装盒的字体大小和粗细 都是和团队讨论后亲自定夺 其实应号是可以比较很直接的 去讨论一些想法 有时候羞羞改改它比较直接 然后比较能够掌握我们真的要的东西 清楚想要的改变 连广告都自己找导演 不像其他人外包影像公司 大胆时尚的意象让年菜就像精品一般 长期合作的导演就说 这家老字号传产很不一样 拍老邪真就很像在做以前自己的毕业作品一样 你只要想一个你觉得当下觉得 我觉得台湾广告今年应该来看看这个 我觉得很勇敢很敢相信我 走进老邪真在台北的公司 陈振威和丁益齐两人的座位就在员工旁边 没有分啥老板老板娘的专属区域 同事都很年轻 所以其实大家也会喜欢这种 比较开放式的工作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年轻人 你说是不是 是 成立电商部门 办公室里的大电视上不断跳动的数字 正是他们的客群动态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Google广告的话 现在有24个人是用Google广告进来我们网站 所以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们的那个广告的成效是不是好的 仔细分析TA 贩售策略也锁定依赖网路的年轻族群 我们第一次做Hallokid的话 是在官网之外 没有上任何投入 然后其实那时候的宣传工具的话 是利用Facebook去分享 网购谨慎布局 老邪真现在还开启牛肉面店 陈正威只要有空 中午就会微服出巡 坐在店外的路边汽车上 通常就是看他们的表情 然后如果讲话稍微大声一点 我们也会听到他们的一些评价 通常看一看还会进去厨房 看他们剩什么东西 是个很不放过自己的老板 上一代的放手虽然挥洒空间大 承受的压力也不小 陈正威和丁一琦 在传承和开创间力求平衡 走出新世代的品牌路 所以我们变成要到世界各地 去找好的海参 所以像是非洲 中南美洲 或者是其他 很多我自己也不太清楚的岛屿 在我爷爷跟我父亲那一代 都曾经出国去找这些食材 成沉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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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